比利时总人口约1100万 领土面积仅3万平方公里 然而这样一个小国 目前感染中共肺炎的死亡率 却是全球最高超过了14% 中比于1971年建交 2000年以来中比高层交往密切 比利时政要积极鼓吹中共的一带一路 前首相勒德姆和前副首相彼得斯 是典型代表 与其他西欧国家政要不敢公开表示不同 他们除了多次为一带一路公开站台 还敦促其他欧盟成员国参与 为处欧洲十字路口的比利时 与英国隔海相望 分别与荷兰 德国 卢森堡和法国接壤 西面濒临北海 这让他成为中共觊觎目标 乐德姆去年10月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为中共创赞歌 将中共对西方各国的渗透说成是 在建立新全球秩序中能做出重要贡献 并替中共敦促比利时政府说 比利时是进入欧洲市场的窗口 多个机场和港口直接辐射整个欧洲 政府应该好好研究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 比利时的安特韦普港 是欧洲第二大枢纽港 靠近欧洲生产和消费中心 2015年8月 比利时政府在该港成立了专门工作组 响应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2018年初比利时的第二大商港 纪布鲁智港也与中原海运港口公司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 签署了纪布鲁智港集装箱 码头特许经营权协议 比利时也为中共输出高科技技术 例如它的微电子科研水准全球领先 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鲁问大学等 就与多家中国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研发奈米科技及5G通信技术等 据报道截至2018年双方政府间执行的科技合作项目 多达470多项 2010年中国吉利集团以18亿美元收购富豪集团 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 而富豪集团在瑞典以外规模最大的汽车总装厂 正是比利时的根特汽车厂 根特汽车厂的专家和工程师将技术经验 勤囊相授给富豪集团在中国大庆新建的工厂 几年后贴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大量豪华轿车 以根特汽车厂为中心向欧洲市场辐射 让中共达到了以并够多技术的目的 此外比利时2017年加入了中共主导的亚投行 2018年中比双边贸易额达233亿美元 是建交初期的1150倍 去年11月比利时公主阿斯特里德 清率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经贸代表团访华 期盼中方更多的投资比利时 和许多国家一样比利时也让中共的熊猫外交 在自己国家上演 大熊猫心灰和好好落户比利时 并产下幼子 由于中共隐瞒病毒疫情 导致全球大爆发 比利时也伤亡惨重 截至美东时间4月22号 比利时确诊感染接近4万2千人 其中6262人死亡 死亡率达14.95%居全球之手 而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却声称 中共的抗疫经验对他国具重要借鉴意义 还感谢中方提供急需医疗防护物资 是真正的朋友 不过比利时媒体随后就爆出 从中国进口的300万片口罩 品质完全不合格 欧洲很多东西跟中共的利益牵扯太多 很多的决策上 他就根本不看他的政治体制 因为你选择性的市民 你知道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你还在帮助他们 比利时政府还在讨论 是否加入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评论认为如今发生的这场重大疫情 原因是对危险中的比利时的一次警示 新唐人记者陈汉王子齐周天采访波动